既AZ疫苗收播發送主要接種的對象 就在全台的老人家身上 但現在也傳出有老人家接種了疫苗之後 回家卻猝死的情形 讓很多老人家非常害怕 不過我們現在看到6月16號截至 這個時間為止 全台總共113萬人接種了疫苗 但打疫苗頻傳猝死 也讓很多老人家現在非常卻步 不敢再去打疫苗了 但醫生就把數據拿出來看 他說80歲以上感染新冠肺炎的死亡率 其實是0.0179% 但是75歲以上的老人家 打疫苗的死亡率 這兩個數字比較起來 大家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感染新冠肺炎死亡率是比較高的 因此醫生說 利還是大於弊 希望大家還是要來接種新冠肺炎的疫苗 但很多民眾很掙扎 不知道該不該鼓勵長輩來進行接種 那台大IE的副院長王命俊就說 還是要讓長輩去打 那打完之後就注意一個事項 就是48小時之內都陪在長輩身邊密切看著 萬一有狀況可以馬上把長輩送到醫院 請大家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